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 很多朋友在做凉拌洋葱的时候都是直接先放盐 难怪做出来不好吃 今天我们分享一个凉拌洋葱非常好吃的家常做法 比饭店的还好吃 首先准备一个紫皮洋葱先用刀从中间切开 然后再一切撕拌 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然后往洋葱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接着再倒入清水,没过洋葱 然后下手抓拌一下 把里面的食盐抓拌至化开 将洋葱先放在淡盐水中浸泡10分钟 这样可以有效地去除一部分的辣味 在切的时候就不会辣眼睛了 下面再准备一把木耳,放入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白糖和一勺面粉 接着再倒入清水,将木耳泡发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入白糖可以促进木耳的泡发 而加入面粉可以吸附木耳里面的灰尘和一些杂质 搅拌均匀,先放一边备用 下面再准备少许香菜,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下面再准备一些去皮的大蒜,给它切成蒜片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些小米椒,切去辣椒把不要 然后再斜刀切成马蹄状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根黄瓜,先把头尾切去不要 然后再用刀拍一拍,将黄瓜拍碎 接着再改刀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白糖 接着下手抓拌均匀,让每一块黄瓜都裹上一层白糖 加入白糖腌制一下,这样黄瓜吃起来更加的脆爽 抓匀后,先放一边腌制十分钟 洋葱泡好后,再放在案板上改刀切成细丝 尽量切得均匀一些,这样洋葱会更容易入味 全部切好之后,再下手抓拌一下 把洋葱丝抖散开 把粘连在一起的洋葱用手一个一个的掰开 全部处理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大勺白糖 这里切记不要放食盐来腌制 放食盐腌制出的洋葱会发软,口感就没那么好了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放入白糖 加入白糖腌出来的洋葱会更加的脆爽 而且还可以减少一部分的辛辣味 抓匀后,先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往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 然后倒入少许花生米,开小火慢慢翻炒 千万不要开大火,大火容易把花生米炒糊 全程小火慢炒五分钟左右 一直听到花生米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像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把它盛出来 先放入碗中备用 现在我们的木耳也泡发好了 看一下泡的又大又软 然后下手将木耳清洗干净 尽量多抓洗几遍 第一遍清洗过后,然后把它捞出来 再放入清水中,清洗干净 尽量多换几次水 一直洗到水变得清澈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然后把它捞出来,放入盘中 接下来锅中提前烧开水,然后加入一些白醋 再倒入木耳,将木耳焯一下水 把木耳煮熟 这里煮的时间不要太长 大概煮两分钟左右 煮好后把它捞出来 放入凉水中,过一下凉水 这样木耳的口感吃起来更加的脆 过凉后把它捞出来,放入盘中备用 现在我们的黄瓜也腌制好了 看一下腌出了许多水 然后往里面加入多一些清水 接着下手把黄瓜清洗一下 将黄瓜表面的糖分清洗干净 然后控水捞出来,放入盘中备用 现在洋葱也腌制好了 看一下已经腌出了许多水 接着往里面倒入多一些清水 然后下手清洗一下 将洋葱表面的糖分清洗干净 这样洋葱吃起来更加爽脆 而且也不那么辣了 洗好之后,控水捞出来 放入大碗中 然后倒入黄瓜 再倒入木耳 再倒入88粒花生米 再倒入切好的小米椒和蒜片 最后再放一些香菜段 开始调味,往里面加入三勺生抽 再加入两勺香醋 再加入一勺香油 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然后下手抓拌均匀 抓拌着所有的食材都能裹上一层料汁 尽量多给它抓拌一会儿 让它充分的入味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你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抓拌均匀后就可以装入盘中美美的享用了 用这个方法做的凉拌洋葱看着就非常有食欲 夏天天气炎热做上一盘 开胃又下饭 真的太香太好吃了 好了,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